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会很放心 可是接下来就会说 那郭董以前说要交班 现在你怎么看你的交班计划 延后十年到二十年 然后再重新培养一群接班人 我现在懂办事的身边 定期都有送很多年轻人进来受训 那么送来磨练 有中生代 老生代跟新生代 现在两边都在做 就跟着我 我最近出国 因为我有自己的飞机 我要强调 我自己的飞机 我自己花钱买 我不叫corporate jet 叫private jet 我是自己口袋出钱 可是我们一直出国 就是带很多年轻人 十个 八个 几个这样带 在车上就跟他们讲 办活动 我先跟他们检讨 所以没有错 培养人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最近也在筹备 在大陆要拜一所 可能会跟某一个名校合作 办一个 宏海大学 对 我们大概比较就像 像丰田的工业大学一样 我们也工业工程 这个六个星马 叫比较fundamental的东西 叫人性管理 叫供应链 我们觉得效率 我们大概会崇尚这里 然后再开始会把 就应用上的大学 现在我们现在在办 所以培养年轻人 是我们第一个工作 我刚才讲我一百多万员工 要把他全部宣传成工程师 technician 这个工作要用机器人取代 所以这是一个 也是蛮大的挑战 董事长 你现在事业这么多 也在做转型 也要投入新的领域 做通路也好 或者是说做太阳能彩蛋 你觉得在这转型 或做新投资的时候 你花的力气够吗 或者说你为什么 通路也做很久 好像也还在成长的阶段而已 还没有很成熟 你觉得在转型 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 是在哪里 我想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很高 所以然后每次都要 不过有一点 我们的工资这么大了 每一年成长15%是4% 今年也做到了 这连续这几年 你想想看一年做两三兆 一个成长是3000亿的公司 你要一年升一个3000亿的公司 你想想看 贪何容易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做到 第二在转型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布局出去 在布局的过程中总要学到失败 如果我每布局成功一个 就跟我刚刚演讲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认为每个失败 就是让我们给下一步成功做一个保证 我们很enjoy每一个失败 这里面对于认知的不了解 对用人的不恰当 这一转型文化过度时间的调试 这都是我们现在选 可是我们很高兴 那时候报道 你们转型的很多都失败 失败成功的妈妈 我们就这么多妈妈 小孩子一定更健康 对不对 好不好